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次會和大家試試新的東西 我們來換一個角度和大家分享溫哥華的住屋和生活 為什麼我這個新的想法呢 因為我有一個多倫多的客人 他很急要搬來Vancouver 我們幫他看樓盤的時候 他很想知道 因為他不太熟溫哥華 他很想知道那兩棟樓的樓盤是怎樣 然後我就不斷找我之前的影片 想讓他看樓盤的樓盤是怎樣 我發覺我之前拍了很多影片 很多都會太專注於房間本身 反而周邊的素材比較少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改善 跟大家分享一下房間以外的生活區和圈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來做一個試點 我們開始是由Suri才開始 為什麼選Suri呢 因為最近有很多跟Suri有關的東西 有幾個新的樓盤接連推出 是樓花 同樣我們自己也有Suri 有一個新的listing 是一個現樓condo 也有一個剛剛幫朋友買的Suri的townhouse 還很英俊的 所以有很多精彩片段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至少大家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瞭解一下 如果住在Suri的話是怎樣的 因為這一區也算是大溫 還是比較半個小時 無論大家從Richmond過來還是Burnaby 或是Vancouver過來也有半個小時 但樓價相對來說是便宜的 現在這個市場有加息 大家可能也不想投資審慎 不想再買太貴的東西的話 也會越來越多人考慮Suri 我們現在選擇了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因為Suri和我們家是很近的 我們住在Delta 由Delta過來Suri市中心是15分鐘車程 也不需要的 但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忽略它 經常都去了Richmond 我們有朋友住在Suri 他之前去買了那裡 那邊遠一點的Skytrain站 就是King George的站 我這位朋友其實是大陸同學 他這兩年移民了過來加拿大 不知為何他說Suri的樓價很好 便宜地住 他就買了過來這裡 他買的那裡是Concord那一堆的Park Bolivar 其實現在遮住了 這邊角度高一點的洞 他住在那裡 我們剛才跟他吃了個lunch 了解一下生活 所以OK 然後我們今天過了來下一個站 其實Walking Distance也行到的 就是Suri Central Suri Central旁邊就是這個下面 有一個超級大的商場 商場的名字叫Central City 這個商場我們從來沒有在正面進去 因為我們每次來這個商場 都是有時候晚上臨急臨亡 想去Best Buy或者大統華 但是又不想駕駛去Richmond的時候 就近近地下來 現在看到Skytrain走過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Best Buy了 再過去呢 就是大統華那個位置 我們經常停在那裡 購物完就走了 反而今天很有趣 我們跟大家分享生活的時候 然後探店就停在Suri Central Skytrain站下面的Pay Parking 要付錢的 就真的嘗試由這個商場的正門進來 就發現原來都內有乾坤 我們就傻傻地 不知為何上來The Central Tower 我想上來看看這裏是什麽 誰知道原來是商業建築 基本上10層裏面有7層都按到上來的 Randomly就上來14層 發現原來OK 這裏可以跟大家看到大環境 我們就借這個機會介紹一下新樓盤 現在一直看過去 有一棟零零丁丁白白的那棟東西 其實就叫Georgetown 這裏也是會稍後跟大家分享的樓盤片 Georgetown第一期現在正在交樓 另外呢 它會推出第二期 就是2026年交樓 那邊其實整個Site都是Antham 由那邊走過來這個Mall 或者是Skytrain站的話 我想如果你住在Georgetown 1 就真的5分鐘是可以走到的 那你可能住遠一點 Georgetown 2就多加3-4分鐘 都是Walking Distance的 附近的配套 除了商場本身 又我剛才說的大統華 Best Buy 還有Walmart等等之外 都有很多的 Staples 是文具店 然後這些矮矮的建築 大家看到有Bmo 有CIBC 下面有Scotiabank 然後有很多食物的地方 有Keltai 總之其實整齊了 Suri是一個比較集中的地方 大家未必需要開車 你這一邊我們肉眼看到的範圍 是可以搞定的 但當然 你說我要去買名牌那些 就可能沒有 你就要去彈壇 什麼粗壇都沒有 除了Georgetown第二期即將發售之外 之前跟大家也有分享過Piano Piano的樓盤就不是這個方向 是我們的後面 待會我們走地面 再跟大家看看尺寸 還有Parkway 這個Parkway 連同我跟大家拍過片 Bosa 都有下一部準備推出 如果這部影片太長 就下部影片跟大家分享 這次是Suri Central 很多樓盤 那邊King George 就是現在的尾站 然後下一部未來 其實那邊已經開始了 Skytrain沿線 Skytrain沿線 就會再下去 一邊起到去Lanny 就是由King George再過去 King George那邊 就成熟多一點 有很多高階 主要都是Concord為主 加上King George Hub 就已經起好了 也會陸續有盤 UBC的校園就在那裡 SFU和KTU的校園就在Suri Central 所以這兩個地方 都會連成一體 我們在樓上玩了很久 現在我們就下去 和大家看看 Mall裡面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來到Ground Four 外面廣場的地方 其實我們剛剛 就在綠地式的Business Building上面 我們去了14樓 其實這個就是Central City的正門 我們都沒試過在這裡進去 我們剛剛就進去看看 其實它的商場裡面 裡面主要分成兩大部分 一個就是大家都可以 其實道路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去到 這邊就是多些店鋪 底下有個Food Court 有些賣衣服 有些賣食 Liquid Store那些店鋪 也有些賣花的店鋪 然後大統華那些 其實都在商場裡面 但都是去另一邊開車停的 其實都是同一個舊結構 然後這一邊 大家看到很大的標誌SFU 其實是其中一間 我們加拿大比較出名 溫哥華比較出名的大學 SFU的分校就在這裡 它真正的校園 就是在Burkwitlin那邊 再上去 Gurkwitlin那邊 但其實這個分校都很大的 這裡整個 portion 都是SFU的分校 所以我們走進去之後 差不多有四五層樓 你在裡面走 都是學生的 比如自修室 有些四五個人座的位置 有些大一點的教室 有些廣場可以做演講 有些座室 然後大家都在這個區域 剛才我們上去的Tower Building 就是很多辦公的地方 其中比較大的機構 比如Fraser Health 健康部門 有些Credit Union PwC會計師事務所 律師樓 所以都是辦公 以及一些公共設施配套的地方 SFU的校園 除了這裡 去到那邊也是 其實是很大的 然後大家看到那邊 有些天秤正在建樓 其實在看那兩棟高低 就是Bosa University District 應該都是明年後年收樓 那個空的位置 隔多幾年都會慢慢建更多 所以我想大家去到2027年再回來看的話 那邊的空位就全部都是樓 那我們現在就轉了個彎 還在商場去到左邊 就有Walmart 剛剛經過了Walmart 然後有黃庭的海鮮酒家 不過我們沒試過這間黃庭 這間很深開的 不是 一直都有 很有名爐蕭蠟 不如突然試試買 有鳳鴿竹麵 然後有些中菜在這裡吃 有Bossom Pizza 我們的目的地就是去大統華 因為我那個卸妝水 不是卸妝水 不是卸妝水 是卸妝水 所以去那裡買一買 這邊也有一個入口 可以出來 如果想到大統華 又沒有開車 這樣就近一點 不用繞多一圈 裡面有個Fitness Center 剛剛聽我朋友說 原來這邊去健身 比香港便宜很多 我記得以前去 什麼Physical那些 可能會費是幾個水一個月 但這裡我朋友說其實很便宜 所以大家想做健身 這邊有很多選擇 然後我們現在到大統華 我們今天有明確的目標 就是去化妝部 這個 有有有 看看 這個是衛生巾 我想買那個眼部卸妝 是不是這個 是這個 有些時候 我有些客人或者朋友 他們香港過來 經常都會擔心這邊 會不會買不回一些 很日本類的美妝之類的產品 例如說 我自己是用開這隻眼部卸妝水 因為我會夠熱賠 其實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隻是不冷眼的 所以我每次都會來這裡找回 但你好像剛才Shoppers Jogmark Londond Drug那些 鬼佬的超級市場 或者那些藥房 你是比較難 基本上是找不到這些 所以如果那個周邊附近 沒有一間大統華 Richmond就不怕 有很多日本類的店 但來到這裡 就好像我自己 卸妝水有 譬如說 你有很多日本類的產品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多個選擇 譬如說 看看價錢 這個 我不知道香港賣多少錢 這一隻 就賣12.9 加上稅 差不多15元左右 即一塊水不到 不知道香港多少錢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大統華會有 不知道Foodie有沒有 這裏 這裏 16元磅 一般的 這裏 這麼多肉 死了 這裏就是2.9 一包白骨空心菜 好像看起來挺新鮮 我很喜歡吃空菜 白菜也是2.291磅 我們現在最後看Georgetown的樓盤 尺寸和售樓處 看看下一期的建設 都會怎樣 在那邊見 我們現在進入到 售樓中心 它有一個很大的 Masterfly Model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現在這個地區 Georgetown這個尺寸 建設了什麼 以及將來它的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計劃是怎樣 首先我們說一下方向 我們向前看的就是北邊 所以那邊是溫哥羅雪山 西邊這裏的大街就是 King George Bolivar Sky Train都是這一面 然後Antham的西區很大 總共預計 未來十五年左右 就會建造九棟樓 現在落成的就有一棟 就是這裏 這條東西是102 Avenue 中間這條彎彎曲曲的 就是Wally Boulevard 這個甲角位 其實現在已經建好了一棟燃樓 就是一棟雪白的 白色 就是白雪雪的 大家如果開車走去 附近遠遠地 就看到一個好像新地標 那樣的東西 這一棟就是 Georgetown的第一期建設 已經是交了樓 我們今天進來售樓住 看的是第二棟建設 就會在整個Size的東北角 就是那棟有色的建設 我們說回Master Plan裡面的計劃 大家看到很多透明的建設 都是未來的期數 暫時未知它會何時發售 何時起好 都會在10、15、20年的計劃裡面 我們看到它除了這些 High-rise Residential之外 它還會有兩棟矮 這兩棟也是它的Rental component 我們現在就看一看這個Tower 它是第二期的建設 準備發售 預計是2026年、2027年的時候 可以交樓 它全部總共31層樓高 它的Size就是在整個屋苑 整個Size的最東北角 後面是北,這邊是東 這條後面Central Avenue 隔Walli-Bollifer的隔角位 和這棟建設 一起落成的 還有前面一個小小的Park Area 草地 還有一個很矮層 這個將會是未來的餐廳 Area 這個建設附近有些什麼呢 可以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因為很多朋友問在George Town 或者問在High-rise的時候 都會關心 看見是怎樣 哪個單位的看見最保值 其實這個項目 或者我看過它裡面 所有的計劃 其實是一個投資盤 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它主要是一、兩房的戶型 沒有三房 所以很多人買回來 其實都是投資的 看見相對沒有那麼重要 大家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向西 向西的話 大家眼睛都看到了 向西邊都會看回同屋苑的Lot 當然後面的透明建設 還沒那麼快起 都不知道哪一棟是下一棟 但總之未來向西就會有樓了 然後向南就是我這一邊 就會是一個比較安全一點 和遠一點的觀景 因為我們知道它向南 向我這一邊看 這裡前面就是兩個矮樓 這裡現在暫時都沒有高樓 但這裡會不會再興建 就是再之後的事 但你有了兩棟的距離 就算這裡再興建樓的話 它對你的觀景也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我們看看向北 向北邊的話 現在現行都是一些一層兩層樓高的 Industrial Building 即是一些商鋪、Office類的東西 所以將來是會有拆遷的可能 所以大家都會關心向北的話 都可能未來未必是一個永久的景觀 它直隊的這邊 暫時沒有開發 但我知道它稍為偏東北角 後面這一塊 其實已經是有做事了 將來也會有機會有發售 但未知是什麼 另外就是向東 向東邊 即是向這一邊 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些兩層比較舊式的Townhouse 它們都是individual owner 所以都會有拆遷的可能 但相對的時間線 我覺得會長一點 因為你要買起整個Strada 或者是所有人都要同意 都要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看永久景觀 South facing可能會最好 主要的住宅樓層 會在四樓開始 每一層就十二個單位 一直到三十一樓都是一模一樣的 樓底是八呎六 在這十二個單位裡面 其實有三部升降機 主要最多最多是一房單位 總共有六個 然後中間這些全部都是一房 有一個階段一房 另外有三個兩房 分別在另外三個階段 還有三個室室 這裡有一個 還有兩個 為什麼我會說這是投資盤 因為它主要都是小單位組成 適合給大家出租 分租用 然後這個建築 三樓和二樓 大家看到這三樓 會有多些會所設施 它是沒有泳池的 但會有一個比較大的gym 有co-working space 有派對room 有空中花園 讓大家走動一下 主要是三樓 二樓是Lobby 還有可能未來會有一些街鋪 大概就是這樣 它對正前面 就會有一個 剛才說了 有一個食肆 暫時未知哪間 但都應該是西餐 即是連鎖的西餐館 這個室室的話 門口進來 這邊就是放了hip pump 因為這個建築有冷暖氣 那部機放了 然後就開始有不同的門 Washer Dryer 是用Samsung Condo Size 洗衣機乾衣機 左邊還有一個衣櫃可以掛衣 然後右邊進來就是洗手間 FREE PIECE洗手間 大家看到的東西都包的 除了牆紙 它也是有個Medicine Cabinet 看看 開一邊的 另外那邊應該開不了 上面有Lighting 然後這些都是CORTSET 這是一塊小的 牆紙沒有的 這個是洗手盆下面的櫃桶 地磚大家看到 然後有一個座廁 然後就是一個Shower Store 這裏是無框玻璃 這邊的Outline是黑色的 然後下面是纖維底座 又是FIX上面的Ring Head 後面也是有Niche去放東西 Sower的位置也是鋪了Tiles 然後我們就去看看 整個單位是沒有地毯的 全部都是Laminal Flooring 然後進來就是主要的居住空間 來到這裡的話有個雪櫃 尺寸是24吋 然後下面是冰櫃 然後來到這裡的話 就會是廚房 它的廚房就會跟睡房和休息區混在一起 待會再看廚房 先看看這個 大家會看到有兩邊的衣櫃 下面有一格櫃桶 然後這個床是上下的 即是說如果大家不睡覺的話 就把它推上去 因為它放了很多很漂亮的枕頭 我就不可以推上去 大家看看 我剛才觀察過 等等 你看到嗎 即是如果大家拍了上去之後 你可以再儲物 即是這個 等等 不是 是裝飾來的 是裝飾來的 好 大家拍了上去之後 它還很貼心地做了一些裝飾 你看到嗎 那兩條通 就變成你拍上去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衣櫃一樣 很把手 衣櫃把手 哦 是的 不是嗎 我不是說衣櫃把手嗎 你用哪條通 對不起 就是兩個好像手掌那樣 那配合你這裡的手掌 就變成你拍上去的時候 會比較漂亮 當然實際用途來說 到時你就不能放得那麼漂亮 可能就是扁扁的枕頭 這樣可以吸上去 好了 然後這裡 如果這裡是做了床的話 這裡就會是你的沙發 或者是餐廳 這裡好處就是向藍 之後就是有兩塊 Glass door 另外旁邊也有很多窗 其實都會很光亮 你這邊走出去的話 基本上都是光照進來 加上向藍 大家如果記得剛才的建築模特兒的話 它的前面都是一些低階 要再隔多一個樓 才開始是你的高階 最後還有一個空間 就是這裡也有一個階段 現在發展商就是 製造了這些架 加燈加通 到時交流標準不是這些 是普通的白色金屬架 兩房的話 它的織都相對來說比較實用 門口進來沒什麼浪費位 這邊是放冷暖器 這邊是雙門衣� 然後我直進去 就已經是廚房和飯廳 都合在一起 還有兩房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有很多儲物空間 我門口的雙門衣� 這裡還有一個pantry 其實是可以放很多東西的 然後它的廚房組合 就會是24吋的電器組合 由雪櫃開始 下面是冰櫃 然後是電爐 焗爐的尺寸跟剛才的施調是一樣的 這裏有很多東西 然後它的廚房組合 就會是24吋的電器組合 由雪櫃開始 下面是冰櫃 然後是電爐 焗爐的尺寸跟剛才的施調是一模一樣的 這裏一路過去洗碗碟機 第三個特點 我覺得它好 就是它把兩間房都是分開的 這邊是2nd bedroom 2nd bedroom 就是黏住了洗手間 所以你一出來便是洗手間 洗手間很近客廳 所以無論是客人平時用 還是你住在2nd bedroom的人用都方便 洗手間出來還有一個位置可以放在毛巾� 變成2nd bedroom 如果你有客人或子女住不夠貴用都可以用這個櫃 這裏是飯廳客廳的位置 然後主人房的位置就是這裏 這裏門進去就是主人房 再加上主人房的廁所 所以兩間房間之間 是由衣櫃和洗手間分隔了 你就會安靜很多 主人房的話 你就會看到露台景觀 我們回到客廳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足夠的 很大的長身放電視櫃 這邊是大三人沙發 來到這裏的話 露台就一直走 可以到主人房那裏 所以露台也挺大 價位方面 我們大概說一說 如果由最小開始說 Studio就差不多40萬宗 一房就50萬宗 一房加釘就60萬宗 兩房以上都是70萬宗 分一分鐘去到80多萬 已經把所有資料放在網站上面 carriequette.com slash georgetown 大家就會看到 再不明白的可以打電話問我 好了 我們現在就繼續看看 所有其他地方 拍完了是嗎 是啊 有 你也不買 那就是原來好戲 是啊 認真點拍吧 不要那麼戲 再看看 不是我說真的 因為真的很多人 你不用 有很多人是用的 不是拍了嗎 剛剛又沒有拍 但是很隨便 很隨便 我看到一些Anessa的 剛剛 你好像很隨便 我哪有隨便 一直拍著 對 等等 這些女士都是 不見了 這裡為什麼沒有化妝品 你來得來大統華的話 其實都是買中式的食物 所以大家就算住在SERRY 都不用客人一定要去 RICHMOND那些 或者METRO TOWN 各種的調味料 香料 香粉 我們最喜歡買的 自然粉 做自然雞翼 全部都有 回香 全部都有 那些價錢 其實應該比香港貴一點 對嗎 例如說這個 一定的 55克 對 55克的自然粉 就1.4元 我不知道通菜英文是什麼 這裡有碳碼 哦 哦 OK 如果大家不知道通菜英文是什麼 原來可以打205 沒有袋子 拿著很多菜 走很久了 我拿 這樣就聽了 哈哈 喔 會不會 你們 你 你 那 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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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